欢迎收听赵紫阳回忆录 改革历程 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 第一节 八九学朝初起 七年以前 我怕有些事忘了 曾经把六四的一些事 写过一个东西 算是留下一些记事吧 现在我按照这个材料来讲 其中有些事 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 已经讲了 有些事没有讲 这里一并来谈一谈 先说学朝的起因 学朝起初是围绕着 悼念要邦开始的 要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 广播以后 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 就自发地搞起悼念活动 随后就走上街头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这确实有一些学生 表现情绪激动 说了一些过激的话 但总的来说 比较注意秩序 没有发生越轨的事 4月18日 19日晚 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 我曾经调公安部录像来看 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 实际上是前面的一些学生 一直在喊 要守纪律 不要犯错误 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 学生在前面提要求 要求见什么人 后面的人往前涌 往前推 秩序有些乱 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修查队 把学生和围观的人分开 4月22日开追悼会时 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 这是经过同意的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 学生在外面悼念 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 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这就是426社论发表以前学潮的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要帮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 这有复杂的原因 第一 要帮的形象好 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主张改革开放 特别是他为政清廉 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 借悼念要帮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 第二 对要帮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 有气 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 有抵触 同时对要帮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 难以接受 总之是为要帮鸣不平 第三 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后 改革开放全面收缩 政治改革不见动静 经济改革停滞不前 甚至后退 学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 用悼念要帮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 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 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 也有一些人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 借题发挥闹一闹 当然也确实有少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 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 我们不能不允许 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 这没有道理 因此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 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 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方法 追悼会结束以后 我提了三条意见 一 追悼会结束 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 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 让他们复课 当时我觉得 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 总而言之 是借悼念要帮这个题目 追悼会已经结束 你们也参加了 就没有什么题目了 应当复课 二 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 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 互相沟通 征求意见 学生 教师 知识分子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三 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 但对于打 砸 抢 烧 冲 违法行为应当依法惩处 我的这些意见 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 并形成了文字 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针 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 后面讲的三条是我出访朝鲜前讲的 要帮追悼会刚结束 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 我同他们讲的 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些意见 4月23日下午 我离京去朝鲜时 李鹏到车站送行 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 我说就是那三条 事后听说 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 邓也同意 那时常委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 我只记得一件事 4月19日夜 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 质问我 学生现在正在冲新华门 怎么还不采取措施 我当时回答他 乔石在第一线负责 有各种预案 他会应急处理 随后我就把李鹏打电话的事 告诉了乔石 实际上到了20日凌晨 聚集在新华门的 大部分学生已经散去 少数人没走的 由公安清了场 强令他们上了车 送回学校去了 这就是我出访朝鲜以前 学潮的情况 以及当时常委的方针 小学生 曾经 本际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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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